今天是个缅甸的点灯节 点灯节名叫 缅甸是个佛教国家 点灯节也跟佛教有关系 传说 佛祖在雨季时到天庭首诫诵经三个月 到缅力七月月圆日重逢人间 点灯节 持续三天 每月前的一天 每月日和每月后的一天 在坊间 民众除了点燃蜡烛之外 也有份孔明丹的风俗 一直延迟到今天 点灯节已经成为了缅甸民众的一年之中 最大的民俗节日之一 点灯节期间 人们去佛塔或寺庙念首诫经 均静老人是缅甸的传统文化 所以晚上的时候 人们转着去 奖辈家跪拜 作为回报 奖辈们祝他们好运 并给他们一些零花钱 在点灯节期间 全国大部分街道上都有设备缅甸音乐剧 免费电影表演和舞台表演 大部分街道上也有很多小吃汤 出售各种缅甸拳头食品 还有商店 出售玩具 厨房用具 和其他有用的东西 90人们只是为乐 娱乐 而在那些街道上 走来走去 首先人喜欢玩 鞭炮和火气球 鞭炮和火气球 感谢观看